今天是2024年8月13日星期二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想和大家讲两个话题 第一个就是2019年8月18日 发生的非法集会案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敏等七人 就着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上诉 去到终审法院 在昨天8月12日被驳回 当中不单止有被告 或者会面临后续发展 大律师吴凯宜更加说了一句极吐心的说话 今天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另一个话题我们会讲一下 韩国首尔高薪抢飞容 虽然说月薪13,000元的人工 比香港高出两倍多 但是这个价钱没有包住宿和火食 不过在多了一个地方抢人的情况下 对香港请飞容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影响 尤其是这个范畴还是可能影响出生率的 以及释放女性劳动力 今天也会和大家讲一讲 首先我们看一看8月18日 非法集会案的内容 案件由2020年5月第一次提堂 经过了四年多的时间才有终极裁决 除了李柱明和吴海宜之外 涉案的被告还有黎智英、李卓人、梁国雄、何俊仁、何秀兰、梁耀忠和欧乐轩 当中梁耀忠和欧乐轩很早就已经认罪了 其余七人曾经就组织未经批准集结上诉得值 但是参与的罪名就打不掉 来到昨天的中院被判终极败诉 中院的判词就说 香港法庭不应该跟随英国两宗案例 原因就是两宗案件的法律背景和香港是不同的 两地在处理人权挑战的法律框架并不相同 不过我们今天的重点就不是这里 而是不可以在庭外的一番说话了 他既是说未研究判词暂时不适合作出评论 但就说想和李柱铭多谢律师团队 和一直支持他们的很多很多市民 多谢支持这句真是难听过粗口 2019年很多场的游行集会 都是暴乱的引子铺牌 反对派所谓的和平集会 以当年的情况不到最后一刻 谁敢说呢? 由举办的一刻开始 根本已经是政治豪道了 面对警方反对游行之下 仍然有人考纳明目去挑战 还搬出什么行使和平集会权利 权利就用尽了 守法的义务反而影都不见 还记得李柱铭在2020年4月被捕之后 他这样说 终须可以做被告人 我为我的所作所为 一点都没有后悔 我感觉到骄傲 结果没有后悔 是不是不想承担刑责呢? 所以打官司要打到底 尤其李柱铭和吴可怡 只是判缓刑 根本就没有坐牢 这句拜数之后的多谢 真是对当年受影响的市民来说 够赠庆了 虽然说终极败数对刑期没有影响 但对身为大律师的李柱铭 和吴可怡来说 随时是有下文的 大律师公会回复的时候 就说不会评论个别个案 但会独立审视个案的案情和证据 按公平原则、既定的程序 作适当的跟进 占中聚成的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 陈淑庄同样被判缓刑 最终都是被工会谴责 并且要他给14万的仲费 李柱铭和吴可怡 这么努力去打官司 要脱掉所有的罪名 是否就是要避过工会算账呢 只可以说一句 件事还未解决 不妨继续骄傲一下先 看完香港的时事 转过去看看南韩的情况 韩国首尔市最近引入了 100名菲律宾家务护理人员 他们在8月6日已经抵达到当地 并且会在下个月的9月3日 开始提供服务 每星期最少要做30个小时 可以做到去到明年2025年的2月 当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如果用每日做8个小时 因应韩国的最低工资 飞融月薪可以去到13000元 比起香港的飞融最低工资的4870元 和新加坡平均的3800元至到4700元高 当然韩国这个工资并不包住宿 由于计划是试点项目 飞融暂时是获安排住在宿舍 或者有人会说如果计算食住 首尔生活成本都不低 有调查就说比起东京和伦敦都还要贵 香港包食包住 人工其实是差不多的 这个看法自然是没错的 但要记得飞融和雇主家庭同住 可以是优点亦都可以是缺点 因为一起住之下 就等同了24小时on call 飞融很难得真的可以真真正正 完全这样休息的时间 而韩国暂时的安排 对飞融来说可以说是有更大的吸引力 不过对于雇主来说 这个安排就不一定适合他们 因为有所谓的真空时间 即是家务或者是小朋友 会处于没有人去处理的状态 想释放妇女劳动力 某个程度可以说是本末倒置 尤其是对于韩国人来说 请飞融的价钱 占三人家庭中等收入的一半 如果计划是有不足 或者都会打消部分人想请人的意欲 不过既然多了个地方去抢人 随着时间的发展 南韩如果扩大计划 很可能都会影响香港 港府近几年都猛力吹谷出生率 派钱扣税加快上楼都希望多些人生子 看回数据 香港2023年的出生人数是33,200人 虽然比起2022年的32500有所回升 但如果比起2019年或之前超过5万 可以见到是少了一大截 如果在请飞融上出现难上加难的情况 会不会令到市民的生子意欲再次下降 另外香港不少行业都说请不够人 而现实就是香港有超过62万的家庭主妇 不要说多了 如果有5万人可以投入职场 对香港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帮助了 如何令到他们走入职场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有人可以代他们去照顾家庭 尤其是面对人口老化 不讲出生率和释放女性劳动力 可能不少长者家庭都是有请飞融的 当老人院舍都已经可以引入内地的护理员 在保障本地就业的前提之下 引入内地家庭又行不行? 当然将心比己 雇主对外傭好些 留一个好的名声给人看 都是一个吸引外傭来香港做事的方法之一 面对韩国引入飞融已经起步了 港府千万不要看少影响 如果不做好准备 恐怕又会引起连锁的问题 好了 今天的今日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